可是今天如果卡在那邊 其實它的風險是很高的 當然如果各位委員還是決定這樣做 我們文化局也沒有其他的話可說啦 但是文化局該想的是有在想的 好 謝謝 好 我想我們三個方案 這個都聚焦 跟大家也來探討 方案2、方案5、方案11 那就是說我們會議 經過這樣的一個三次的討論 我們非常感謝各位委員 專業上的這個指導 也非常謝謝這個民間團體的參與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方案的選擇 它不可能是最好 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都滿意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來報告 市府 它確實是在一個負責的狀態上面 各位可以看得到勇於承擔 那麼各位關心文資保護 文化局也關心文資保護 市政府更重視文資保護的意義 當然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專業的審查 那麼在三個方案 我剛才聽了大家的這樣的一個發言 大家也都沒有覺得說 哪一個方案是違反這個文資相關法令 但是我們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那這就只能夠透過公開審議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審議的過程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也兼顧大家的這樣的一個期待跟需求 那麼在外界關係的民眾的這個 踴躍發言委員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也確實都在做 那三次的會議也都會公開的去上網 都經得起大家公眾的來討論來監督 那未來時間也都會考驗 所以我剛才再次的跟大家來感謝之外 也要再次的請求大家專業上的一個支持 那麼以我們這樣的一個專業討論 在我們做成這個初步的這樣的一個方向之前 那我們還有委員要發言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他先發言 好 那個 就上次沒來 但是看你大家相關進入 大概都會了解 那第一件事情呢 可不可以拜託交通局剛剛檢報的第十頁 譬如上第四個檢報檔案的那個 右上角就是三井前面那個 三輛車輛交結在一起 這個有沒有辦法立即解決 這個不管今天方案 答案是什麼 這個 這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 有沒有可以立即解決 該 該處理 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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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市政府應該想的 好 那 第二件事情 我想上次在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大概有要求 就是 不管是發展與文化學 所提的 我們最後今天所提的三個方案 應該詳細比較 就跟我想剛剛新委員幫忙提出來 這個剛剛很好 這個剛剛有沒有 當然好像有點缺 缺法 我想今天可以看到這個事情 把這個事情很清楚表達出來 這個看來稍微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當然我想新委員所提的 我也可以接受 就是這第二點 第三件事情 就是 上次的會議 就是 現在 給我們資料的第四頁 第四頁的第二點 就是 提到一個 205年 剛剛有幾位委員也提到 那 205年的 城市願景 到底是 因為我也當 205年的這個委員 但是到現在 因為還沒討論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結論應該是 尤其是有關交通方面的願景 到底是怎樣 那西門西區的門戶計畫 是怎麼配合這個事情 我現在不曉得 這個應該 應該 應該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就是 205年的 城市願景到底是首 那 未來的那個交通的願景是首 那 因為我為什麼會提這個事情 因為我記得 我給發展局的建議是 我要提的是 消失的第九案 就是我們在第一次 第一次跟文化局去會開的那一天 有個第九案 那不是第五案 就是那個交通 有沒有可能就是 以山景為分界 這個 北邊是六線道 南邊是兩線道 因為我相信 將來交通的願景 有可能由八線道 變成六線道 所以山景南邊的那個兩車道 有沒有將來可能就廢掉 我不曉得 因為未來的這個願景 我現在看不到 我本來想像的就是 就是八車道會變成六車道 就是根據各方面的預估 當然我只能主觀預估 因為沒有給我相關的這個 那將來捷運會做得比較好 人口會比現在更少 然後大眾運輸會更發達 等等這些事情 這個我在猜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處理 有六線道跟二線道 或是七車 七線道二線道也可以 這個方案我覺得 沒有處理得很清楚 就是說預期未來的 那這個讓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上次的第四頁 就是短期內 這個若無法限定保存 將來呢 長中長期有沒有可能回來 但我就覺得不切到就回來了 所以這個就跟交通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 對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是第三點 那當然啊 這個 今天所提的三番案 當我想 就交通的部分 可能有些事情 再給我們稍微細一點點 就是那個曲率半徑 因為看來看去呢 有一些 嗯 給我們的方案 比如說啦 就是 北平西路 從方案5D那邊看 北平西路 那個叫多擦路 多擦路口 危險 有個叫做 停車場出路口 那這個問題好像 我不曉得怎麼回答 這個 按照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 這種方案應該是不會提出來 但現在居然在路口呢 會出現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事情 那如果從方案2呢 看來它還可以再延伸出去 所以在這一帶呢 所以這些比較基礎 稍微可不可以準確一點點 那當然這裡面呢 一樣啦 就是 像方案這個事情 這種曲率我看來也很大 曲率啊 就是交通道路的曲率 因為前年後看來呢 就是那個轉彎處啊 可能是關鍵的 轉彎處這個事情 那八線道當然轉彎處也不小 這個轉彎處 這個地方到底問題有沒有 因為其他都有這個 破大的可能性 就是路盤要加多少公尺等等 這些事情 但我現在看不太算 因為這個圖面 這個細緻度太小了 所以以前我都很希望這個圖面 要夠大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這個我不曉得 就是像這種曲彎 像這個提出的方案 當然我不會去把這個彎度 放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其實是最好的方案 讓這個比較呢 看來會比較恰當 所以這個方案 這個曲度呢 當然有些會 那當然會把這個 不好的彎度呢 加在別的地方 不會造成像這樣的問題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 所以如果有機會呢 把這個 這個叫做 三個方案的曲線半徑 到底怎麼樣 造成的這個 不管移 三井要移或不移的 這個危險程度 到底在哪裡 這個 當五題方案 當然盡量是避免像這個 發生這樣 或是說 像這一代的問題呢 到底可不可以一起公平解決 這個是第四個問題 那第五個呢 當然就是 也是針對上次決議的這個第四點 這個第四葉的這個第二點 剛剛林局長提了很多成功的案子 但是我信了我們也有很多失敗的案子 像譬如說啦 就是先前在發展局討論 都市設計水利的時候呢 新北投車站 當年的討論 我相信呢 也是告訴我們路程量最好 但是現在今天要搬回來呢 看來 機會是維護其穩 除非我們再變更都市就好 這個方式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現在是這種最頭痛的 就是剛剛林局長也提了那個 那個叫做 松菸裡面有移一個 那個歷史建築到別的地方 那如果當年我們堅持不移的話 我們還會有巨蛋嗎 這個巨蛋的跟這個事情呢 大概就不會有今天困擾的 這麼現在的 這麼麻煩的問題存在 那這個我想大概都有一些 狀況的這個 失敗的狀況 這個代表我這個的意見 謝謝 這個公務局本來對這個文字不會有太大意見 但我講幾個觀念 各位這個文字委看一下 這個第五個方案可以嗎 我們7月1號如果把四張 四個違章建築拆掉這個不存在 你各位看到這個照片根本沒有牆壁嘛 就一邊跨體這樣 你把它拆掉就垮掉了 這是第一個 所以第五方案是很難的 第一個很難 你工程基金要花多少錢 我那天市長問我說給我六億 我跟你做一個鐵殼子全部把它安裝 一個一個把它弄動起來還有殼 7月1號四個違章建築拆掉這個房子就不存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很多專家說這個可以留歷史記憶 如果我們移51公尺 我還第二個要說明說當時高雄車站 我在當總工程師的時候移的 是我嘛 我移了八十幾公尺 如果說你把它移51公尺 然後把基礎做好 把原有的建築做得更好的時候 以後因為交通改變 移回來51公尺就沒有問題了 結構沒有問題了嘛 因為我們去把地基抵抗了地震 什麼這個天然災都把它抵塞掉 所以我們還有機會移回來原有的位置 這其實我要特別說明 第十一個方案 這話來話去就是說 我們這個古蹟旁邊50公尺不能有道路怎麼樣 他這個畫進去就輕略了 我們難道要山井倉庫就不要別門嗎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 所以我們當時這個市政府在考慮 也不是說你這個線畫下來 我們有樹立 我們有道路設計標準 然後我們當時要拆的時候就考慮交通維持計畫 也幫忙臨時道路畫出來吧 把永久道路是經過精密的 不是說政府就是這樣隨便一大筆會去畫 我只是告訴說我們要贊成要幾個方案 就是第五個方案你要怎麼做 我現在不曉得啦 剩下一片槍 牆壁屋頂都垮了 旁邊的違章建築一拆掉 你要誰要跟它支撐 我們難道要做一個金幣揮簧的東西把它支撐起來嗎 政府有這個必要嗎 第二個甚至於說這個交通的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在談這個事情 都說沒有談到工程技術的可行性 我不曉得說 我不曉得各位文資委員 如果是真正的話 有辦法把這個第五個方案做起來 我就佩服他說 你是台灣的工程技術一流的 那第十一個就是有這個 我不是說我一定要贊成方案二 但是方案二還有機會 就我把它原位把它蓋起來 你把第十幾做好 五十一公尺很簡單 如果以現在的技術 像我們拉高雄車站那麼大的一個建築物 都有辦法一個月把它拉出來 這個也必要一個月就拉出來 所以這個 我補充這個意見 就以工程技術的可行性 各位再考量一下 謝謝 好 剛才委員提到兩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2050嘛 他的願景 我也曉得突發局在2050裡面 他的這個回覆 他是某種程度 是一個願景 單貨制度可以請我們來做一些 這個檢驗的說明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委員提到的就是說交通 那麼交通剛才講的這幾個點 如果說能夠釐清 我想這也是一個必要 就是先請這個都法區的交通局 來做一個說明 2050的願景有代資料 那沒關係 那交通局剛才針對這個 這個委員提的這部分要關心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從五條接運通車了以後 去看那個大眾運輸 其實是沒有增加的 這是滿 就是我們原來是佔留是37%多 大眾運輸 現在也是37%多 那所謂的五條接運是 盧中線、新莊線、信義線、松山線 其實最主要的是盧中和新莊 其實我們在拆橋的時候 針對拆橋的 因為我們是講說拆橋的期間 你從新北市來的話會塞車 但是我們是即使這樣的話 他的交通量的變化大概10%左右 就是說 就是開學了以後 就是連假恢復了以後 他也沒有減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的看法實際上是說 在短期裡面要把它減少到一個量 恐怕不容易 第二個部分是 11個方案裡面 我要再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是有經過道路設計的考量 那當然剛剛講的那個 剛剛那個文哲委員談的 他是一個概念上的畫法 那剛剛談到是說 你如果是 剛剛有個老師 委員談到說 其實那個沒有錯 方案武華 在都省的時候是不會被過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會把北平西路 跟沿平北路變成很 很複雜的路口 這個方案不是我們提的 是文哲委員提了以後 我們按照他的concept 去按照真正的道路設計 畫出來就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認為說 這個道路設計 在過程上是不行 另外最後一點就是說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在這裡 因為北門跟山井 它的水東西向的距離是43公尺 南北向的距離是13公尺 如果說你要從南北向的距離 直線橫過去的話 也只能夠是三個車道 那如果說你要容納四個車道以上 你一定要轉彎 那轉彎就牽涉到道路設計的半鍵 跟它的樹立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整個的過程是這樣 各位我也可以看得清楚 因為如果你拉直線過去的話 那底線 勢必要有一條線是 在山井的後面 或者是北門的下面過 但是這個一接的話 那個轉彎的半鍵 所以就沒有辦法處理 以上罷了 法案局我送一下 法案局還是要說 我們的這個整個陸型的計畫 其實從102年 也就是山井文字指定之後 文化局的委託案開始 其實這樣的一個方案 其實都沒有改變 有沒有考慮到山井的歷史價值 當然有考慮 所以102年一直到現在 到去年的時候 我們還在討論 就是剛剛有看到文化局的一個會議 都還一直在討論山井的價值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過程 我必須要先在這邊說明 那第二個我想要說明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把西區門戶願景的部分 已經稍微提過 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西區門戶計畫裡面 其實它談的 就是我們當然是最尊重的 古蹟的這個保存區 會在這個地方發生 就是會有一個 那個剛剛有像平民的圖在談這件事情 可是它裡面其實有好幾件事情在談 包括整個未來 C1 D1的這個機場的國門的意向 一直如何串聯到北門等等 它其實是一個串聯的一個計畫 那怎麼樣重新 重現這個歷史的這個風貌 其實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 那當然這中間就會談到 所有的這個交通景觀等等 那另外比較長期的部分 當然是這個產業的投資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路行的調整下面 不是說我今天無中生有 那我必須還是要幫交通局講一句話 是說今天所有民團提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它是 他們當然是說沒有交通的這個背景的部分 所以交通局基本上每一個方案 都會依照它的路行去調整 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 是本來就沒辦法處理的事情 包括剛剛明老師在提的這個轉角的處理 其實這個轉角處理我還是要說 它其實是C1 D1現在已經做好的 未來的這個停車場的出入口 裡面光停車的部分就有800多輛 機車1000多輛會從這一個路口進出 所以這個未來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交通量 它已經蓋好了 各位它已經蓋好了 未來就是從這個地方進出 所以這個的入口 其實我們除了要兼顧這樣的一個現實的狀況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入行 還要考慮到人型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做了很多的一個折衝在這個裡面 這個我在這邊可能 沒辦法一一的跟老師做一個報告 可是在過程中 的確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努力 包括剛剛議員也有提到說 副市長說要拆除等等 除了副市長他其實在指示的時候 我們開過很多的工作會議在討論 這個路行往北條往南條 我們開了很多的路行 其實指示的部分其實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人型動線跟古蹟 其實要被兼顧 這個是我們認為提出來最好的一個方法 必須還是要這樣說 它其實兼顧了很多既有的交通在這邊處理 那很多的交通的部分其實 包括民團他們也在質疑說 這樣的東西到底正不正確 那他們提出來的東西到底能夠真實的考量 這個必須 各位還是必須要相近交通局的一個專業在這個地方 那我大概想要比較回應的部分大概是這幾點 那至於西區門戶計畫整體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之前其實都有在做一個說明 大概簡單的補充到這邊 非常謝謝 就是說這個 大家都愛文字嘛 大家都尊重文化資產 都希望把它放到最大的一個秘密 但是 如果我們今天 就是說不能夠從大處找演小處遭受的話 我們任由現在的山頂倉庫輕回回壞 而漫長的這樣一直延宕下去 誰是真正的愛文字 我覺得這個大家 我覺得應該可以來做正面的思考 我剛才特別還是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政府它真的可以無作為 但是政府它願意負責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經得起考驗 所以我還是強調 我們第一次審議這個部分 就特別強調我們會公開通大家討論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堅固的狀況下面 我以我們三次的這個討論的這個結果 我個人是完全贊成文字保護選擇第二個方案 但是我們在整個委員會裡面 就是說剛才幾位委員也特別提到 我們也可以繼續在討論 繼續找問題 但是我們也可以很負責任的 我們選擇一個方案把未來做到最好 所以我要誠懇的來跟大家報告 大家都這麼愛護文資 那麼尊重文資 我們可不可以選擇一個方案把未來做得最好 那剛才幾位委員提到了 不管是2050的願景 未來的回復 再整個公法的這些選擇等等 我覺得還是強調與其任其輕腿荒廢 所以市長也親自到現場去看 我也跟同仁到現場去看 他那個幾乎要倒下來的東西喔 我們一直講說愛護文資愛護文資 用這種態度去愛護文資 我覺得今天也是我們大家互相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要強烈的建議大家 一定會有抗議一定會有不滿 但是該負責的我們都願意我們去承擔 那麼最後還是要回到委員會的機制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建議 也做一個歸納 就是說以三次的這樣一個討論 我們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麼如果說我們委員會選擇 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走向未來 那麼選擇在三個方案裡面 以現在這樣的一個發言 應該還是方案二 它的好處會最大 未來在文資保護 未來在整體的 我們上一次的文資決議 它能夠放大到文資保護的意義也是最大 所以我想我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最後的一個決議 來見請大家能夠同意 如果沒有的話 開始 那個我剛才那個 那邊北面附近 我很重視北面 就是古家骨 古家骨氣嘛 就是那個周圍的情況還不清楚 之前不要決定 我現在要投票的 我不要投票 因為就不知道很多地方 那你們請看 那個市政府的那個維護計畫 維護計畫的實驗 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對對對 就是這個 這個圖 這張小小的圖 所以 剛才我沒有注意看 這個是 往前的一個 那個推定的一個範圍 還有這邊是 未來挖掘的位置 那這個挖掘是什麼時候開始挖呢 那個 商機就是牽走以後挖 或者現在 之前挖的 這個不清楚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那其他地方都 為什麼不要挖呢 那沒有挖就是假的東西 我剛才說的 假的東西要 國家 國家骨氣上面 假的東西 假放就很奇怪 所以這個應該要清楚以後 才討論 我這樣 我剛才那個 郭協寧老師的那個想法 我贊成 發掘人報告 那個 那個基本上 我還是要重申 市政府不會在這邊做假的夢想 跟 所謂假的工程 這件事情 這我們一再的說明 第二件事情 我們很多的努力 其實從去年就開始 我們也請教 吳茲的專家 去推測這個 這個旺城的位置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挖掘當中 那這個的位置其實是 推敲出來的位置 基本上挖了三點之後 第四點位置就可以確定 這是我們當初想要挖的原因 那挖的原因其實要證實這個 是不是這個 旺城的位置是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選擇這一點的位置其實 從圖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現在的交通影響最小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東西要先處理之後 才能夠了解整個的規劃設計 那到目前這個案子 三個點位 3月18號這個已經挖完了 它是2米乘2米的一個寬度 挖大概1米5的深度 挖完了 沒有東西 這個位置沒有東西 這兩個位置現在正在做一個視覺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大概以上補充這個說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類似文字 其實發展局在做這個挖掘 我們也很 坦白講我們也不是本業 可是我們還是請教了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東西就是那邊不對嘛 那個線喔 可能不對啊 這樣好不好 我還是跟大家來做建議了 好 我們如果說能夠今天做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但是有重大的為師 我們在這個下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確認之前 要跟大家來說清楚 那如果有重大的為師 我們還是有翻案的機會 好不好 我想就是說 在做會議記錄確認之前 我們必須要能夠把各位的這些問題 能夠來把它做清楚 那這樣的話會方便我們整個文資大家保護的一個共識 我們能夠把這個方案做到最好 那麼剛才也有委員建議到就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未來的平台 未來的參與 未來做到最好 都還會在大家的監督裡面一起來完成 市政府他跑不掉 他要負責 他今天希望能夠勇於承擔 也希望能夠透過委員會機制 這樣的一個 能夠大家來攜手共進 好不好 如果大家不反對的話 我就還是這樣建議 我們今天形成這樣一個共識 那下一次之前呢 我們請相關單位 都跟大家來多做接觸 把相關的這個疑點把它釐清 那在做會議記錄確認的時候 我們還有方案的機會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其實要我們去接受這個共識 我心裡的疑問其實跟米委員很像 就是究竟我們交通問題的處理方案 以及2050年願景的交通減量 不能夠併案去做這樣子的討論 另外就是因為剛剛許預言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對於交通的更清楚的一些數據 因為這個將來還是會到議會區 將來再經費成長 那與其我們我個人的看法啦 如果下次還要再去做這樣的方案 為什麼不能夠讓去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去把交通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到現在為止 感受上都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 可是我們也知道 從整個北門附近的發展來講 其實因為交通為了解決交通問題 也因為建鐵路 鐵路又被改為地下化 然後又有一個高架橋的道路 然後今年又被拆除 也就是所有的發展其實呈現的是 交通的設施規劃其實它不是有可能 它有可能是會一直改變 可是一個文化資產一旦搬離了失去場所 其實它的那個精神其實是沒有辦法回覆的 當然剛剛民居長提到非常多國外的案例 也誠如你老師你委員所說的 其實也有失敗的案例 那其實我一直蠻擔心蠻害怕 我們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 很容易輕而易舉的去以一個說 因為有遷移的潛力 可是對於當時他們做出這個遷移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等同於我們今天這樣的情形 因為我是文職委員 我的立場一定是爭取它能夠原子保存 所以如果要說服我放棄 那我覺得就是要提出更具體的數據 讓我們很清楚的做下這一個決定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委員 其實在做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心裡其實都蠻沉重的 要去面對社會大眾甚至往後的後代 子孫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比較希望是能不能有一個 給我們一個更清楚的交通的方案 那也如許議員所要求的 那也可以說服民間團體就是這樣的一個完整的數據 是不是更清楚 那第二個我也有另外一個請求是說 我們的文資委員會因為往後其實民間團體 他的重視程度相對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重視 那所以我們剛剛每一個方案的討論 因為在場的其實都可以就每一個委員 相關提出能夠就委員提出的 而你們可以提出另外的回應 可是對於民間團體其實他們提出以後 他們三分鐘報告完以後 然後就此離場 那對於我們討論的內容 他有沒有可能也提出他的回應 可是我們沒有給予這樣的空間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所謂的溝通 我覺得盡量如果陳如主席說的更開放 更透明更公開 其實我覺得給予他們這些機會 並不是不好 也避免這些後續的一些意見 不斷的在網路上傳播 其實對市府來講 我一直覺得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式 以上 可不可以講一下話 其實我今天為什麼都沒講話 因為我上一次開完會以後 然後把我的名字登在網路上 連文化部的文資委員都在笑我 他們下午就說 喔 你這什麼名字 結果我們台北市政府 有人透過兩位人士 要來跟我溝通 我就知道說 我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 對台北市政府的很多高層的主管 那有一些壓力 然後我心裡是滿不高興 為什麼我擔任中央文化部的委員 擔任三個直轄室的委員 其他直轄室跟中央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來台北市會這麼痛苦 那麼痛心 為什麼有人要來干涉我做一個 我想聽一下專業的判斷 我想今天有很多文資委員不講話 尤其是我們黃委員 他是做這個研究 為什麼不講 不必講了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程序是顛倒的 你已經告訴我 你想要 你都為了交通 你要這樣做 所以要希望文資委員 能夠來接受這樣的方案 這個跟其他直轄室或中央不一樣 我的經驗就是說 都是文資委員先決定 然後依法 所有的都計啦 建築啦 交通的都去配合 這樣子 這樣不知道 這文資法的精神在這 就是剛剛我們林局長有講說 你們不用拍手 我們是本於真正的是為了 為了這個法的精神 剛剛林局長有講說 他認為這個法實行三十幾年 非常好 老實說我對這個法非常不滿意 因為他居然對歷史建築沒有什麼條文 上禮拜五下午 我們開中央的文資委員會 我就跟施國隆局長講說 我們這次的文資法的修正案 對歷史建築的保護 夠不夠 調好如果沒什麼變 我就很生氣說 反正這一次已經那個 借期不續審的話 立法院借期不續審 嗜同廢棄 從頭來 我本來還想說 三井倉庫 難道在2011年民國100年 把它登陸為歷史建築是對的嗎 他難道不是古蹟嗎 為什麼他是歷史建築 後來我就請教幾位 對這個古蹟很有研究的 我真的我不能講出他的名字 他拜託我 他說 我本來想到2011年把它登陸為歷史建築 而不是古蹟 很奇怪 他說很可能 因為我們的文資法對歷史建築的保護 沒那麼周全 為了將來要有所能夠遷移 所以用歷史建築 這個我不知道 剛剛有人講說 他如果拆掉以後 他現在如果旁邊拆掉 他就要倒了 當然是倒啦 問題是你要讓他不倒 要怎麼弄 這個跟原子來修復跟遷移 是沒有關係的 你就算其他都拆光了 你就要做一個非常周延的一個措施 我不是文資的委員 一直讓他不能倒 然後讓他原地重建 我特別去做功課 我去查四個德國的邦的法律 他們的法律的規定是 基於紀念物 他沒有什麼古蹟利劍的分別 他說基於紀念物保存的強烈理由 認為文化紀念物 因維持現狀者 而拒絕有關紀念物的拆除變更遷移 因為遷移是最後的手段 所以上個禮拜五 有很多委員跟我講 為什麼文資法第32條說 古蹟除了國防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以外 是不得遷移的 為什麼那麼偉大 古蹟有什麼了不起 幹嘛要這樣 那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沒有就沒了 所以你看這次敘利 他們被ISIS這樣子 把他的古蹟弄成這樣 大家都痛心了 現在把他 這個不用講了 我的意思是說 古蹟、歷史、建築 到他應該是先文資委員 先做決定以後 然後我也覺得很好玩就是說 這個文資本身在台北市 他也有他的運氣了 因為我們的委員結構了 看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也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有一些委員的結構 很容易就說這個保存 我在一個直轄市開會的時候 他們是常辦單位是提出來 這一部分歷史建築 這一部分古蹟 後來居然做一個決議說 全部都是古蹟 我心裡想說 蛤 怎麼會這樣 但是後來大家一致的共識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也有委員認為這是歷史建築 你就看你的問題 如果在哪裡那位委員是怎麼樣 就是覺得我是覺得說真的是 最後的手段才是遷移 最後的手段對德國來講 他四個幫的法規都是這樣 最後的手段才是遷移 希望這個能夠再考量 那不遷移原地的時候 對於大家一直講交通交通 拜託 剛剛也有人講 我不是交通的委員 我覺得不公平的事 我們都是靠我們的交通局 都發局什麼在做規劃 為什麼不能聽聽那一些認為交通 可以怎麼解決 或將來都市的發展 在塔城街那個地方 那將來有機場的捷運 它會怎麼改變 或者那個地方根本就不應該通車的 那個地方讓人家做成一個文化園區 讓所有的來台北市的人 不管外國人本國人 通通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台北市建成的歷史 包括這個山景建築 它是一個河運改成路運的一個歷史建證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我覺得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這是不懂文資的人 我都覺得說它遷移以後重弄 已經不是古蹟不是歷史建築了 它是新的建築 是現代建築 我對於現在的文資的重建 我真的是很沒有信心 因為我看太多了 這是最大的原因 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回歸去文資法的優先順序 文資法的優先試用 然後我希望我們的文化局 我們的文化局對這一方面 還有人傳LINE我還可以拿出來 說柯P很生氣喔 你都不配合 我心裡想說你不要利用柯P的 這個我們市長的名義來威脅我 我是覺得這樣不好 我覺得說可以討論 今天有幾個真正的委員沒有講 我真的是應該要講幾句啦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這個委員是蘇委員 其實說 就是說以文資歷史建築物 就是文資法規定的 文資法規定歷史建築物是可以活用 土耳其也這麼用 土耳其也不會說 那供電倒下來就把它修回去也沒有嘛 把它用游泳池變成說 以前在1000年以前游泳池 就先跟古代的游泳一樣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說 工程技術的可行性要去考慮 工程技術不可行的話 你要用什麼變天變地 要用七十二變把它變起來嘛 我是這個意思啊 我是這個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發言人再說明一下 其實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 我們認為程序沒有疑慮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把這件事情的開端 是推遲到101年 歷史建築物人認定這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作為都是從101年 它指定為例件 可是它怎麼指定例件我不知道 抱歉 可是我們都是從那邊開始 才有現在後續的作為 上次也特別強調 讀委會也有特別的淡數 所以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 這樣的一個程序是有問題的 這第一個我要做一個說明 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說明的 我想要說明的東西是說 這整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整個 例件的這個保存上面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保存跟維護 基本上我今天沒有時間去說明 我們怎麼去處理這一塊 可是如果你看現在的照片 現況的照片 我必須強調現況的照片 去看的時候 我即使要現地要保存 我即使是現地保存 幾乎我很多東西都要裁掉 我跟妳講實話 我們在迪花界做很多的這樣的例件 沒有錯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的是說 在這裡面 它的現況就是這樣 我即使要現況去做一個保存 很多的東西 其實它還是清楚 我大家組裝這個 文字委員 林周銘第二次報告 很清楚的跟各位說一件 我自己作為文字委員的看法 我剛才說 這本書三十五年 那是現在唯一有的聖經 不管我個人對它有什麼意見 我在這邊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因為我要尊重它 當然我也很希望未來修法的時候 可以變得更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有成功的例子 當然有失敗的例子 因為有失敗的例子 就忘掉成功的例子 我自己認為不對 況且 剛才成功的例子 超過一半 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台灣人不管愛不愛這本書 根據這本書 我剛才說的是成功的例子 而且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剛才的案例有超過一半 是我在業界的時候 我作為計畫主持人 我超過十五年 每個案子 每個會議 我去做簡報 我對基隆 我對台北的文資委員做簡報 我告訴他們 我身體力行 我尊重歷史 這裡面 也許是命運的關係 我跟日本人相當有緣 基隆海客館 日本的火力發電廠 台博館本館 日本人一百年的古蹟 土地銀行 民主基金會 毅然 每一個案子 陳萌田副局長剛才說 我相當文資 我是有資格當文資委員的人 因為我身體力行 我也讀 我不能發明文資法 這就是我要尊重的 未來修繼續修 同時 我其實聽不懂 我為什麼聽不懂呢 交通局的專業人員 這是他一輩子的置業 哪一輩子 我可以 你給予 出大桌子 哪一輩子 你給予